大批原警进到屋内攻坚 将黄信嫌犯压制在地 因为他涉嫌帮赌博网站 及诈欺集团洗钱 遭到警方锁定 依举上门逮人 涉嫌隐医 掩饰移转犯罪不法所得 在经过长期收证之后 确认犯嫌 从去年5月17号 被警方破获之后 就地重操 这处看似平凡的铁皮工厂 其实是一间诈欺水房 黄信祖贤和其他5名成员 专门在这里进行非法洗钱 由于获利惊人 现场还设有豪华接待所 沙发引设备移应拒全 供集团成员在这里吃喝玩乐 举提到以黄贤为止的6名犯贤盗案 并且现场查获了400亿万元的现金 22具犯罪用手机电脑等等扣案证物 初步询论盗案个贤坦诚犯行不贵 嫌犯想用工厂掩护犯罪行为 没想到还是被警方试破 除了起初不法所得400多万元 和电脑手机等张证物 黄信祖贤在内共6名嫌犯 也被依违反洗钱防治法 移送地监署侦办 电讯后召法院深压获准 记者邱世民太北宝了